少将军 我已经将方圆无底 只要是能飞的蝴蝶 都抓到手了 到时候属下一放蝴蝶 少将军您再来个华丽的表白 双双华蝶 翩翩舞 恩恩爱爱 不绝情 小波和丁卫哭得稀里哗啦的 到时候立刻接受您的表白 好 本将军今天就破例子 屈尊给他一次华丽的表白 不过 下不为例 来了 我躲进来 这只臭猫 让洛峰来闯话 鬼鬼祟祟 不知道打啥主意 这二少爷真是阴魂不散啊 庄强作势 无论是气质还是样貌 少将军 您都更胜一筹啊 好 我们俩过去 跟他一决高下 嗯 嗯 哎 哎 嗯 哎 什么情况啊 哎呀 属下忘记背香囊了 这蝴蝶定是被那香囊所吸引 你说这二少爷真是的 一个大男人背什么香囊啊 属下这就将兵输超一百遍 你 二少爷 是你啊 我见这秋高气爽 和天梨的景色大不相同 便弹奏一曲 是否惊扰到你 不不不 我觉得这曲子很好听 你看 蝴蝶都被吸引过来了 这莫非是洛贤琴 好眼力 哥哥曾说过 洛贤声韵彻 一闲落一心 我能摸摸他吗 当然 这家伙还挺会洁湖的嘛 我听闻这镇上有一家古琴行 里面有很多西式古琴 你若感兴趣 明日可同我一同前去 少将军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出来乘凉 二少爷是花仙转世吗 怎么这么多蝴蝶 这些蝴蝶 都是被二少爷的琴声所吸引过来的 没想到二少爷还有这本事 看来我凑过了一场好戏 公主谬在 对了 刚好 我邀请少将军 明日一起去逛市集 不如你们一起 多谢公主好意 明日我和小伯和一起去古琴行 就不打扰公主了 那少将军 我们去逛 好啊 公主 我们明天一起去 不过那腿竹竟不回来 少将军真幽默 少将军 这是属下抄的兵书 少将军 属下抄的兵书 重抄兵书之后有了新的干物 对付二少爷这样的敌人 我们应该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说来听听 这二少爷截胡在先 破坏了少将军精心准备的表白 我觉得少将军 您不必在手下留情了 不如 我们给二少爷下点药 我这儿 刚好有二老爷那儿拿的黄莲 你早拿出来嘛 属下也早已派人 在方圆十里抓护你 也备好了香囊 明日少将军趁此机会 重新向小薄荷表白 定能报得美人归 不 我有反其道而行 我问你 为什么小梁跟小柱的爱情 如此奇美动人 感人至深 那是因为这里面 有个令人十分讨厌的男儿 马文才 来 也正是因为这个马文才 他们俩的爱情 才显得特别的真挚 少将军 您果然眼光独特啊 出气不易 总能看到一些 常人所不得及的东西 这红花还需绿叶衬 少将军您就是妥妥一红花呀 这二少爷就是一绿叶 属下倒是有一个办法 能让这绿叶 好好衬托您这堵红花 说来听听 属下行走江湖 习得了一招 移花接木 不知道属下这样 少将军还满意吗 要你还有点儿 少将军扮作二少爷的样子 然后做一些 让小波和讨厌的事 这样损毁的是二少爷的形象 这不就达到了 马文才的笑容 你还不算太笨 公主那边就靠你了 属下知道 说起那谄媚的笑容 本王子高贵的脸上 不允许出现你这种表情 是 这二少爷怎么还不来啊 不像他平日的风格 我得去看看 小波和 二少爷 二少爷 你的声音怎么了 昨天晚上风有点大 朝凉了 那我们今天还是在一站休息吧 万一出去更严重怎么办 不 憋在屋里头更难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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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好